才靜在韻通 欢迎收看超韩一哥 我是宋海华 昨天震荡非常剧烈 开高以后下杀100点 然后呢又反弹上来80点 收了一个长的下影线 我觉得做期货 最主要是你要稳定 不要因为这种震荡剧烈 然后呢开始抑制消沉 怎么样能够保持稳定呢 我觉得你要有一套好的工具 不是说我在推荐我的一个软体 我是认为你真的 做期货常常你会赚了 过度自信 或是你亏了 又开始觉得被市场所打败 会影响到你的思绪 你要有一个准则啦 你要有一套纪律啦 准则跟纪律 就是管理你的情绪 或是管理你的资产的一个好的方式 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开盘 昨天美股大涨 道琼大涨100多点 结果我们开盘只小涨了不到20点 然后呢现在在一个小小的区间震荡 开高稍微有一点走低啊 我想大家可能都怕到了 因为之前每次上涨 只要是开高都往下走 所以今天开的不要太高 然后呢还是有点往下 我觉得很多的内支开始有点担心 因为这三天哦 贵买指数已经连续中挫三天了 很多原本的股票 原本内支会买的 因为OTC的散户或是一些国人 国内的资金占了八成以上 所以大家都追逐在OTC的小型股上面 然后呢昨天上涨也是台积电啊 鸿海啊 台塑拉台上来 所以基本上昨天跌的加速也是1000多支 所以如果你做股票 基本上你昨天看哇拉上来 可是你的股票可能也是少亏 少亏一点而已 真正要涨的股票不多 只有400支 可能只有四分之一 所以说我觉得股票组你要注意 OTC的股票 我前很多天前就已经提醒了 OTC的股票涨上来 它很多是题材面嘛 题材面加上资金 它就会上涨了 你不会等到题材真正发酵 等到公司真正赚钱的时候 你才把那个股票卖掉 所以说我说OTC的股票 你要跑得要比别人快 就是这个道理 很多股票你没有跑 两三天跌下来都跌十几%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赚的时候 大家很奇怪的一点是什么 赚的时候会觉得10%很少 对不对 你投资100万赚10万 好像有点开心 可是又没有那么开心 可是100万跌10% 哇亏10万 我现在讲起来很简单哦 赚10万亏10万 可是心理上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你就会造成你的心理上的混乱了 所以我说你要有一个东西来帮你控制你的心理 一开始大家都想要长期投资 对不对 长期投资就赚个四五% 别人赚十几二十% 结果你就跟着去做这些可以赚十几二十%的个股 可是跌下来你跑得没有人家快 你技巧没有人家好 就很容易受伤 受伤的时候又痛苦又比人家高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指标 我们先来讲期货好了 昨天是怎么样 昨天早上九点在这里 九点在这里 我说这一条叫做上轨道 我说长上来你真的 你至少你这里不去做多 你就已经赚100点了 这里长上来这个上轨道是不要去做多的 然后呢 跌下来你应该是要去偏空来操作 对不对 长上来这里 早上九点多的时候 我就先跟大家讲 这边你百分之百 百分之一千 铁定 全国的观众朋友 看到我的节目的 这边你绝对不要去追多单 然后呢 跌下来 昨天早上也讲了 我说外资 外资会买的是电子全职股 所以说电子全职股会是最强的 然后呢 次资的是什么 金融股 因为它有汇损的压力 外资会小买 所以说它的受伤程度没有那么大 没有被汇损 不会有那么大的卖压 因为外资会因为台币的升值而买它 可是会小买 受伤最惨重的会是什么 OTC的 OTC的所有个股 因为外资不会买 而且我们台湾全部的股票通通几乎都是做国际贸易 都是出口到国外 都会有汇损的问题 OTC所有的股票通通都一样 会有汇损的压力 外资又不会买 重挫 我说金融跟OTC的指数会带动台湾台子旗往下走 有没有 果然往下走 这时候杀生隆隆 为什么会杀生隆隆 因为很多的内支在杀股票 那尾盘为什么会拉起来 好 这边 这个叫做大户指标 大户一直在卖 大户从这里开始一路在卖 一路在卖 这里开始就开始缩缴了 它的卖压减少了 这边变成V型反转 跟我早上9点钟 跟大家分析的一模一样 我说如果要往上拉 也是什么 上市的电子股会往上拉 尤其是台积电 昨天台积电也是 后来往上拉台 带动上来 所以我昨天也是电子旗先翻红 有没有 跟我早上讲的一样 外资进来 这些是热钱 热钱进来 他其实不太知道他要买什么 他只知道台积电 他只知道台湾50 他只知道鸿海 他只知道几档简单的个股 他就是买那些 用这边带动上来 昨天外资大买100多亿 很夸张的一个 100多亿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 因为没有什么重大的利多 国际股市也没有大涨 外资大买100多亿 为什么他会大买100多亿 所以我现在要再来分析了 所以我每天早上九点会跟你分析 现场直播就已经把所有的 很多的老师给干掉了 很多老师在盘后分析 盘后分析随便他怎么讲 很多的老师昨天一定是这里空 空下来大转 大转以后这边又上来又大转 我们这边空有小转一些 我们这边有空一笔小转一点 我们来分析一下好了 我们不要跟别的老师一样 每天在那边强调很高超的一个技巧 为什么外资会大买100多亿 你要从彭总裁开始讲起 彭总裁说外资你热钱汇进来 他没办法 他现在不能挡你知道吗 因为会被公布是外汇 汇率的控制国 所以彭总裁现在不挡了 热钱进来 他只能够我们台湾有些规范 只能够在台湾的规范的范围以内 去做处理 第一点是我们不生息 不生息可以抑制一些资金进来 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他我们台湾会规定 你外资的钱进来 你进来三天之内 你要去做进去买股票的动作 或是你要投资 你不能过 你不能够进来以后 长期的parking在这边 所以怎么样 外资大举的贿赂嘛 大举贿赂之后 他一定要进场买股票 所以怎么样 压低了 压低以后进场大买 大买什么 台积电台湾50 因为这些的热钱 他并不是原本就是看好台湾 然后特地进来买的 对不对 二月多到三月初 一月 从一月过完年 二月到三月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热钱进来 可能是对于台湾的产业 比较看好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是美金 美金对其他的货币在涨 台币又对美金在涨 等于是台币是无敌 全世界九四狂 最狂的就是台币 那个时候就是热钱 那个不只是热钱 就是主动进来 那个时候是钱主动进来台湾 造成台湾也是资金行情 可是那时候的钱 他会去研究 他会去研究到底要买什么股票 那是主动进来的钱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什么 台币在升值的原因是因为 美金对全世界的货币都在转贬 所以怎么样 热钱进来 这一波的热钱进来 他不会知道要买什么 就买台积电 然后呢 就买台湾50 拉上来 拉上来以后呢 你会说 那为什么今天又开高走低了呢 对不对 现在又开始下跌了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昨天外资 卖了期货四千口 他为什么要卖期货四千口 你如果能够了解这些东西 你就会知道今天开高可能会往下走 往下走你可能又要再早点做多 外资热钱进来了 是不是被彭总裁赶进股市的吗 他们实际上是要赚汇差的 然后呢 进来买 他不想买什么就乱买 乱买以后 会不会有亏损的问题 当然会有亏损的问题 所以怎么样 期货在避险 对冲冲掉了 那不就没事了吗 对不对 股票上涨或下跌 无所谓 因为有期货在放空 股票做多 期货卖四千口 两个cover 是不是可以避掉了很多的风险 而且他买台湾50 台湾50跟期货的相关程度高达99% 造成目前的状况 往上拉抬 那今天呢 我就说你要有一个指标 我们看一下昨天 先看昨天 我们再看今天 我说如果有这个轨道线出现的时候 就是在盘整 而且已经连续几天 1 2 3 4 5 这是五天来 五天来都在开地以后就往上拉 拉高以后往下跌 有没有 这边上来后又下去 这边上来下去上来 基本上他都没有脱离一个轨道线在盘整 有没有 这边是下轨道 下轨道区 这条叫做下轨道哦 是不是来到下轨道他就往上弹 来到上轨道他就往下 来到下轨道他就往上 昨天急杀下来 为什么会止吻 因为他还在轨道区啊 在轨道区止吻 就往上反弹 所以呢 现在还是在这个轨道之中 还没有脱离这个轨道之中 所以说现在还是在这边辖幅盘整啊 那要怎么操作 我们回到五分线来看 五分线这边这个等号哦 这个等号叫做脱离了空头走势 因为昨天是空头走势 昨天这边是空头走势 这边等号叫做脱离空头走势 可是你看到这边这条轨道线又出来了 他还是在这边轨道线这边遇到压力就往下跌 所以怎么样 这边的下轨道 如果跌到下轨道之下 止吻 好 止吻的时候 这边我觉得偏多操作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外资很多的钱会到台湾了 他还是会被彭总裁赶来股市买 因为三天嘛 昨天有昨天进来的钱 今天有今天进来的钱 前天有前天进来的钱 这些钱进来他会把他赶到股市 所以说变成股市他一定要去买 买就会带动股市的往上 所以我觉得今天 今天加上美股昨天是一个上涨的格局 压低 回到这边 等会止跌的讯号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去试着做一个多单试试 那止跌的讯号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盘中你都要关盘 很多人你上班 你又不看盘 就是凭一个感觉 跌下来就做多 跌下来做多的条件是什么 做的条件跌下来第一根破低了 第二根又收一个下引线 没有破第二根第一根 这叫什么 低点不过低 低点不过低的时候 那边做多你的胜率就会提高 加上什么 跌到我们指标的下缘这里 就是有一定的跌幅 当它有一定的跌幅 然后又出现指纹的讯号 在那边做多是不是胜率就很高了 当冲就是要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下阶段会谈股票 然后呢 期货你想要跟上我的 现在持续 持续我们有一个三加一的专案 你想要跟上我的广告之后 把电话拨头我们先休息一下 闭着呢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获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头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运气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旅评险加买付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效期 外交部驻外管处 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 或代电医疗费用哦 朋友们 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患哦 我们来谈一下百言这档个股好了 我们百言这档个股我在146的时候去空它 3月8号的时候146我去空它 为什么我要空百言这档个股 因为百言这档个股从300多块 然后呢我的指标在这边转空 好这边有一个箭头转空 转空以后一路是往下 好一路往下 然后呢到这边等号 因为它跌升了 它从300多块一路跌到破百 然后呢开始反弹 反弹到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叫做上轨道 3月8号在这里 上轨道 它是不是这边收了一个上影线 这个叫做上轨道 我是不是跟你讲上轨道就是一个压力区 这样多了遇到一个压力区 这边可以去做一个放空的动作 加上你要配合研究它的一个基本面 因为大陆的保健市场 或是这些美容市场 年成长都是30% 因为大陆它是一个经济持续在往上 现在就算下修 它还有6.5%的一个成长率 而且它的老年人口成长速度更快 所以说它的保健食品 成长性年成长至少有30%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买大疆这档股票 大疆跟百炎基本上它两档很类似 然后呢大疆这档股票它的营收持续创新高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嘛 因为保健食品的市场在大陆 他们两个都是大陆有市占率的 大陆的成长在三成 所以说大疆的成长也三成 就是符合现在的一个状况 可是百炎这档各国很奇怪 它96%的营收在大陆 然后呢它在这一年 它原本这边营收非常好 它营收非常好 所以它从这边短短的一年涨了好几倍 涨到三百多块 可是它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 它的营收居然年衰退七成 原本很赚钱变成一家不赚钱的公司了 年衰退七成 那就是已经不合逻辑了 因为大陆年成长三成 你照理讲你如果持平都 就算就已经有问题了嘛 可是居然衰退七成 衰退七成那是跟市场如果没有关系 因为这市场还在 跟市场没有关系的话 那就是营运有问题 要不然就是产品有问题嘛 要不然怎么可能会衰退七成呢 所以怎么样 所以你对于百言之挡个股 就要去偏空来操作 当时是不是这边在涨 那时候生技族群 台湾的生技族群都很弱 最后一波补涨生技股 是不是美国的生技指数在涨 那时候在补涨 百言就往这边跳空上涨 跳空上涨 来到这里 指标出现上轨道 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空点 145空 昨天重挫 光昨天一天跌了9块5 跌了7%多 从145到这边123 是不是赚了20几块 20几块的话就是2万多 好你空个5张 那么就是10万 我刚刚有讲了 很多人现在不把10万放在眼里 因为你10万赚了别人 可能同样的时间会赚20万 30万 可是当你亏到10万的时候 你可能心里就很痛了 所以很多人就去追逐嘛 追逐那种每天要 一个礼拜就要赚10万的老师 可是当你追到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短暂的在2月到3月这中间有赚到钱 3月过后开始很多都跌得稀里哗啦 之前赚了很多都吐回去 好所以我说你真的要跟稳健的老师啊 我们举几档例子好了 指标出现乖离讯号的 好这边我是建议你不要再去追了 虽然还是多头 好可是每次出现减码 这个叫减就是多头的减码 加就是多头的加码 红色的多就是 红色的加就是多头的加码 这个加码 它就一直长金鱼这张个股 做自动贩卖机的 很多人看到 随便一个题材就一直追嘛 追上来这边开始 你看这边成交量已经开始缩了 指标也出现卖出讯号了 开始跌了 好其实这边这两天多少 这三趴这三趴加起来六趴 今天又跌了快两趴 光是这三天跌了应该差不多快十趴了 十趴 对不对 赚十万赚二十万很简单 亏十万亏二十万也很简单 可是那个痛苦的程度跟 开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跌十趴的痛苦程度我觉得会比赚十趴的痛苦程度至少多两倍 所以我说你要去找稳健的老师嘛 还要哪一支 第一桶也是 第一桶我就在这边做多 涨上来 我说赚三成了 赚三成我就要出了 原本就预计第一桶我要买进它 然后提前布局 你买在这里永远都不会亏你知道吗 买在七块五你永远不会亏 然后涨上来 这边涨停 涨停 好我把它卖掉了 这边的时候 三立财经台还特地来邀请我 在盘中连线 讲第一桶这档个股 我就说涨到十一块了 我说我第一桶我可以分析 我分析的原因是什么 原本它涨是因为 股价低于净值 然后呢 铜价又上涨 有库存回充的利益 然后我在连线的时候 我就说我今天我要把它给卖掉 我认为它有超涨的可能了 那时候它找我访问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那时候很少股票涨停板 一涨停它就找我访问 对不对 可是之后怎么样 所以你要去想想看 你现在处的时空背景 跟当时的时空背景 当时那个时候才二月初 赚了三成 三成多 三成三 就已经很高兴了 电视台找我访问了 之后呢 之后不会再找我访问了 不是因为我不准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从二月多到三月 每天一大堆涨停 一大堆涨停 一大堆涨停 他要找到这些 这些涨停板的股票太多了 他不用再找我了 可是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想 当一直涨停 一直涨停一直涨停的时候 就代表市场的热度过热了 过热就有可能会回档 还有哪些可以举例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选出来放空的股票好了 提供给大家看了 一支一支看 一支一支看 梗鼎 高档 好 这边你要小心 好 这边你要小心 光照也是一样 好 这边买进 这边要减码了 还有什么 浮华 这边买进 这边买进 这边减码 这边买进 这边减码 好 非常的准确 这边都是要减码的 好 时间关系 如果你要跟上我的 股票 期货 通通都可以 好 有三加一的专案 最后祝各位一切顺利了 拜拜 应独立判断 谁胜贫乎 并自负 投资风险 我们知道 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更大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头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张飞喝酒不弱人厚 二哥 我先回去 千万 三弟 喝酒千万别开车 放心 放开车